這真的要早點來才吃得到 哇還有鮮味鮑魚粥味 哇這湯好喝 你要講我是一個傳統的男人 這個湯就是適合我 歡迎回到玩物人生 這集我們人在台中的大梨 我想要帶大家來吃台中老字號的牛排加Buffet吃到飽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划算美食資訊的話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可以及時收到優惠美食訊息喔 左中堂雞肉炸洋蔥圈 還有這個炸魚耶 好豐盛喔 這正到早點來才吃得到 這個是彩色地瓜球喔 蔥花小餅 麻辣臭豆腐跟鴨血 包子耶兩種顏色的 高麗菜 哇還有鮮味鮑魚周味 這也太高級了吧 鮑魚 蒜味義大利麵 感覺會辣喔 古早味的滷肉飯 好 Refresion 小鈴鐺 這邊飲料都做成一杯一杯的 好像來到飲料店的感覺 這是櫻式水果茶 仙草甘茶 還有柳橙汁 還有水 還有可樂 分打雪碧 冰淇淋去 哇看到這個 好懷念的餅乾喔 可以帥的小哥哥 黑芹椒牛排 牛排是這邊 牛排囉 好 黑芹菜 好的謝謝 好心燙喔 謝謝 好心燙喔 我發現這間牛排店還蠻乾淨衛生的 因為我們去拿菜都需要戴手套 那下疫情期間不要有接觸上的感染 再來我覺得他們的刀叉跟別家的牛排店來比的話 他竟然包起來耶 一般的牛排店可能就是刀叉就直接放在上面 雖然擺得很漂亮 不過他是會跟空氣去做接觸 我覺得這樣子做真的還蠻衛生的 很像你自己專屬的一個刀叉 我覺得牛排啊有一顆蛋就很加分喔 我最喜歡的道地牛排就是夜市的牛排 為什麼 因為還有加一顆蛋 那個感覺就加分很多 不過還有加我最討厭的紅蘿蔔 它的牛排大小是一般的大小 那我覺得重點是牛排的頭感 我相信大家都有經驗吃這種牛排Buffet的吃到飽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其實牛排不用典範的 都是Buffet贏過牛排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家牛排感覺怎麼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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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中帶嫩的 裡面啊是比較沒有什麼金的部分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它切的是沒那麼厚的關係 所以在口感上啊會對於嫩的部分是加分的 他們的熟度啊都是固定七分熟的 也許是他們認為這牛排的部位啊是七分熟 是最能呈現它最完美的一個狀態 吃起來是還不錯的 我幫你做特地嗎 這個嗎 對 好啊好啊謝謝 他們的飲料超特別的耶 好像外面的手搖引的 雞腿還滿嫩的耶 雞腿還滿嫩的耶 其實他們牛排也還不錯吃 但是啊他們的雞腿還好像又更好吃 是不是 他們乾杯還有蒜片耶 然後這應該是玫瑰眼吧 我現在來吃他們的原味看看 哇吃起來超嫩的耶 我們現在來加點鹽跟蒜片 蒜片炸得好酥好酥脆喔 干貝的軟Q帶一點鹹味 然後又有蒜香的蒜味衝出來了 我覺得啊你們來這邊可以這樣子吃 整個綜合仔炒子 然後這一塊不知道是什麼的 黃黃的 這是玉子燒耶 吃起來甜甜的啊 然後外表有點焦脆焦脆的 哇這個 玉子燒超好吃耶 這玉子燒比剛剛的牛排跟雞 這個玉子燒啊有讓我驚豔喔 這給我 這給我謝謝 感覺怎麼樣 哇嫩毛那種奶香 外酥內軟 淡淡愛好者 這玉子燒超好吃的 搭拌麵很好吃 它拌麵還不錯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熟食吧 其實我最有興趣的啊 是這隻炸的魚 它看起來真的是很可口 看這個魚 其實不小隻耶 而且炸得好金黃酥脆的感覺 哇 哇看起來好鹹香 還不錯耶 如果啊 有啤酒的話 我相信會更 這超適合當下酒菜的 這道不錯 你們有來的話 有看到一定要多拿幾道耶 好我們來吃看看它這個 很像地瓜球的東西 然後有不同的顏色 很像地瓜球裡面包東西耶 它裡面包紫色的這個 好像包芋頭的感覺 這個紫色裡面應該是包地瓜 小點心還不錯吃 小煎包 你在查釀 demek 請去買白黃的 眉神 看一下紫色的是什麼 小煎包 也有包東西耶 就肉 我覺得吃起來 就一般般 就知道 而且吃澱粉的東西啊 很容易包 所以建議大家來吃到飽的話 澱粉的東西還是少排一點 那我們來吃到的 麻辣鴨水 酥 汁有點多耶 噴到我 不是入口即化那種 表皮是有點QQ的 那裡面才是嫩的那種 不過因為它裡面吸了很多的湯汁 所以在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然一咬下去會噴到衣服 義大利麵 栗子地瓜耶 我建議這栗子地瓜 可以加他們一些凱撒醬 還有什麼沙拉醬之類 如果這樣直接吃其實有點乾 像本身栗子地瓜它會帶一點點甜味 香辣魷魚 他們的香辣魷魚好吃耶 石蓮花 而且他們的石蓮花是加蜂蜜 它一整罐的蜂蜜放在那邊 讓你隨便夾 好久沒有吃石蓮花了 哇 可以看我們吃得下去啊 其實這真的有中一堆耶 真的啊 對啦 敢吃嗎 喝完都覺得自己健康起來 我們來喝看看它的鮑魚粥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吃起來其實蠻清淡的耶 可能很癢身 我跟你講這是我的第一名 咬一咬啊 喝喝看 哇 這湯好喝耶 哇 哇 哇 第一名來了對不對 哇 它雞湯又加那個白蘿蔔啊 難怪很甜 肉跟菜的甜味都混合在一起 哇 還加這個耶 枸杞耶 它其實還有紅棗被我吃掉了 還有紅棗 我難怪這湯好喝 因為它把所有的甜都集中在這一碗 第一名了嗎 有打破我原本的第一名耶 哈哈哈哈 但我跟你講我原本的第一名是驚艷的第一名 但它這個第一名是好喝的第一名 而且它是鍋皮辣椒耶 這湯有水準 這湯真的有水準 來一定要拿一定要拿 真的一定要拿 你要講我是一個傳統的男人 這個湯就是適合我 就是 Local 接地氣 我跟你們說 其實我個人 非常非常喜歡鍋湯 大推薦這個湯 等你吃下來 第一名讓我驚艷的 竟然是干貝上面的玉子燒喔 我覺得玉子燒真的很好吃 有驚艷到 真材實料的第一名是 鍋皮辣椒雞湯 再來我老婆覺得他們的干貝很好吃 那我覺得他們的雞腿排很好吃 那他們的飲料也很特別 就很像來到了手搖飲料店的感覺 以上啊這些都是比較有記憶點的食物 對於開車的人是一個福音 因為這邊蠻好停車的 旁邊啊都可以停 還有他們自己的停車場都是免費的 環境啊還蠻乾淨的 另外我覺得服務他們瘦盤子也瘦得蠻快的 所以我覺得服務態度也還不錯 這三個蛋糕耶 沒想到波士頓是第一名 為什麼 因為他的海跟奶很大 很久沒有吃到那麼純粹的蛋糕了 起司跟巧克力的話呢 不夠冰 可是我覺得如果他再更冰一點的話 會更加分 波士頓很特別的是 因為他這樣沒有很冰算的 請先出他最原始位 第一名 這電給你 如果你們想要看我下一間去吃哪間 華蒜美食餐廳的話 也歡迎留言推薦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華蒜美食資訊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和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可以及時收到優惠美食訊喔 掰掰